欢迎来到News TT70,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长相思主演拍戏现状,妖警甜蜜秀安爱,枪悬香柳深山打架。 由杨子和张婉义主演的长相思,不知不觉已经拍了好几个月了。 开机的时候,官宣了一部分主演。 虽然最快要明年才播,但等待的过程不会无聊。 6月20日是腾讯的招商会,肯定会有新物料。 在超话和小组里,也掉落了很多新的路透花絮。 看了最近掉落的路透后,有厉害的粉丝总结了长相思的现状。 杨子登位在拍摄妖警甜甜的恋爱戏份,张婉义和谭剑刺则在深山老林开打。 这对比也是有点可爱啊,一边谈恋爱,一边搞事业,两方都不耽误。 风龙小可爱后之后绝,看他乐呵呵的表情,莫不是也在嗑妖警。 妖警甜蜜。 前几天官配拍了沐西元的剧情,这段是全书妖警最甜的部分了。 两人躲着风龙和新月在谈恋爱,像极了我们读书时候的青涩恋爱。 超甜的吻戏据说也拍了。 弹琴作画,隔着屏幕都挡不住的甜。 姊妹一套黄裙一套紫裙,盘发的造型和仙女一样好看。 邓魏颜值依然在线,也换了两套衣服,温柔的表情完美还原出图山景。 沐西元的戏份拍了,这两天据说在拍小六照顾景的戏份,粉丝们还说景这是躺赢啊。 电视剧的拍摄不是按照小说戏份,而且场景来决定的。 表哥湘柳。 那边妖警甜甜蜜蜜弹琴作画,再看看事业组这边。 张婉一有黑衣路透,带着一大群手下,去了深山老林和湘柳这边的人干架。 DP的描述可谓很形象了,力剑出鞘,大杀四方威严之气,震慑全场。 他的长处在谋略,书中武力指天花板应该是湘柳和俊帝。 枪玄带领的轩辕一组,是霸气的黑色,湘柳这边的共工部队,则是白色,这个没想到。 谭剑刺的白衣路透前段时间惊艳众人,他有很好的舞蹈功底,赶紧俐落的打戏不用担心。 风龙乐呵。 王红义饰演的风龙,存在感现在也高了,不再事事无人在意。 杨紫灯为穆夕园的路透里,角落的风龙一脸呆萌的笑,很像屏幕前颗妖警的我们。 警是他的好兄弟,小妖是他的攻略对象,两人在他们家谈了这么久的恋爱,大直男风龙都没发现呢。 长相思这个电视剧的画风,简直满足了观众的大部分想象。 前期中田风的清水镇,后期神农山稿事业,还有谈恋爱的穆夕园等。 只有我们想不到,没有他们拍不出的。 长相思妖警作画好甜,杨紫羞涩超可爱,邓魏的嘴角应该累了。 长相思妖警超甜牵手,杨紫两套女装超美,邓魏的笑容很好看。 2022暑期档新剧,赵丽颖新剧《一枝独秀》,肖战杨子赵路斯仙侠剧排播。 暑期档向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这个暑期档,不少新剧跃跃欲试。 赵丽颖领衔的幸福到万家万众期待,已经定档在东方和北京卫视播出了。 而肖战、杨子、赵路斯分别领衔的仙侠剧也开始排播了。 大家准备好了吗? 第一个问题,赵丽颖的新剧《一枝独秀》。 新金牌娱乐观察家知道,赵丽颖老师现在已经成了收视保障。 幸福到万家是她和甄嬛传导演郑小龙合作的新剧。 讲述了女主角和幸福,赵丽颖是在事业与婚姻、爱情与亲情的多重考验下不断成长的故事。 为了这部戏,赵丽颖专门去了农村拍摄,因为赵丽颖本来就是农村出身,所以对这个环境并不陌生。 她如今放下架子,在村里拍戏,的确是很接地气。 所以,不少人已经开始期待这部戏了。 第二个问题,仙侠剧又开始罢评了? 新金牌娱乐观察家知道,如今的观众就爱看仙侠剧。 因为这种剧剧情很简单,不需要走脑子,演员只要扮美就好了。 杨子老师是顶级的天然美女,所以她演仙侠剧很有优势。 她和诚意合作的陈湘如谢,有消息说陈湘如谢的定档日未6月24日。 肖战和任敏合作的玉古瑶,也是很多人一直关注的电视剧。 2021年8月4日,该剧《杀青》。 一转眼,已经快一年了。 这个暑假玉古瑶也开始排播,最终档期还没定。 赵露丝现在是小花里公认的演技派, 她这次和吴雷老师合作《星汉灿烂》,被大家称赞是良心剧。 《星汉灿烂》上下两部,军过神两部共56集, 一旦播出,想必会引发一波收视热潮。 肖战新剧《玉古瑶》热度持续升温,开播预约人数破200万。 近日,有一个让人惊喜的好消息传来, 那就是肖战主演的古装大剧《玉古瑶》。 在离跟我们见面越来越近的同时, 预约观看人数也在持续地突破, 甚至已然是超过了200万。 200万的预约人数不可谓不给力, 因为这个人数是还未正式官宣播出时间所取得的。 试想,如果官宣定档时间后, 预约人数一定会再次迎来爆发式的增长。 要知道,平常一部剧在上映到结束都很少有200万人数观看的, 而《玉古瑶》能达到如此高的热度, 也是说明了这部剧是有多么受观众们期待。 另外,在预告片上《玉古瑶》同样也是展现出了非常高的热度, 这份高热度不仅体现在国内, 也体现在了海外, 因为国内预告片播放量早已突破了5.1亿, 在海外有管片花的播放量也是早已突破了百万。 《玉古瑶》海外内超高热度的展现, 也是再次认证了, 在世界范围内真的有好多人都在期待着, 期待能在荧幕上与石影大神官早日相见。 当然大家的期待, 也是《玉古瑶》这部作品已然成为爆款的一个认证, 现在就等待着官宣定当了, 毫无疑问的是, 这个时间点也是离我们不远了, 暑假到来的同时《玉古瑶》也将会紧随其后。 而对于《玉古瑶》的即将到来, 无数网友们同样也是纷纷流言表达出了迫切的心情。 从留言中可以看到, 有网友已经是梦到了石影大神官, 可见大家有多么的迫不及待。 作为一名备受观众们喜爱的青年演员, 肖战即将上映的新剧《玉古瑶》, 可以说是他为观众们带来的又一部古装巅峰之作, 不得不说的是, 努力拍摄更多更好的作品回馈给所有观众, 是肖战一直以来的目标, 也是他一直以来的坚持。 为了这个坚持, 肖战不断地提升自己, 从迎平到话剧舞台, 我们看到了一个越来越优秀肖战, 也看到了他在演绎道路上的那份执着, 和无限可能, 相信随着《玉古瑶》的上映, 肖战在演绎道路上必然将会收获到又一个耀眼成绩。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